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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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修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今天是元宵节 碰到 常常都会问 老师,你有没有吃元宵? 我说 没吃 因为吃了就没了 所以不吃 这个 要时时刻刻如果 我们在过年的这一段时间 我们真的是法喜充满 过年的这一段时间 有阳光普照的时候 有法语普润的时候 我们就要好好地享有它 元宵真的是今天明天就过了 但是内心里头要常常 这个内心里头 有着一个 真的是一种春天 一种时时刻刻保持的法喜 在我们的人生里头 能保持这样子 无论你做什么事业 无论你做什么工作 人生真的是要努力 在努力里头有点点勃勃 在我们的不同年龄里头 有种种的 我们生活上的一些考验 有一个人告诉我 老师 你真的不做智商了吗 我说现在老了 要智也伤不起来 他在那里笑 他说 我是 像人家打听来的 所以才 打电话 想问你一件事情 我说你说吧 他说 我的儿子生了一个孙子 我说那很好啊 恭喜你啊 他说不是 他说他要把小孩子交给我 带 那我不就是 我们不就是变成 这个 就已经这么老了 但是我觉得内心里头很苦的感觉 为什么他都不替我们想一想 我说 你不是很高兴吗 问题是你怎么想 他们可能也有他们的困难 也许两个人都要上班 那生活可能也是蛮艰巨的 你当然现在人老了 要去抱他 要去带一个小孩 就真的很苦 甚至于会老得更快 甚至于还会有病痛出来 都有可能 不过不管怎么样 那就看你 你觉得 你千万不要变成说 我不得不答应 然后把小孩子弄来 你每天内心里头 把这个孙子抱过来 你每天都觉得 儿子跟媳妇都没有给他提醒我 每天在那里 那你就输掉了 那如果 你真的实在不行 走不动了 自己自己生活都可能 都面临了一些挑战 那你就老实跟他讲 不是我不帮你忙 老爸老妈真的不行 他跟我讲 也没有到那种程度 就是敢不敢说 内心里头觉得 小孩子为什么都不替我老人家想一想 我说如果听你这么讲 你还没有老到不行的时候 或者你可以折衷 跟你的子女讲一下说 晚上的时候找人带 白天带回来 爸爸妈妈寒雨弄孙 带一带 也可以多一点 可以这样做 那么 你们 儿子跟媳妇出一点钱 你也医住一点 晚上找人带 不影响你的睡眠 你就可以了 他听一听想一想 我就没有想到这一件事情 他没有想到这一件事情 我说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 那么 你的孙子也留在你身边 你也可以有点动一动 晚上的时候 有来妈带 这样子的方式 你去试试看 如果你们真的老得不行 那你就老实跟他讲 你不要想到说 他好像在对老到软练一点的 这个孝心都没有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 人生都有很多的 生活上 适应上的挑战 你去看看 这个事情 也不是老实可以做决定 也不能替你决定 我也不能奉献你 但是 你真的不行了 你就跟他讲 真的不行 而且你小孩子摆在我这里 也对他不利 那么 这个 你能帮助他什么 你就帮助他什么 不能帮助他 就告诉他 就好了 也未必就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这样子跟我讲一讲 他说 我说 你现在有谱了吗 他说 有了 有比较有谱了 我说 等你有谱了以后 你就不会觉得心里面 那么觉得不舒服 而且你也觉得 现在年轻人 两个薪水 如果不是很 不是比较高阶的的话 其实也是很辛苦 你可以帮忙他们一点的话 或者是你没有帮忙 你也让他们学会 了解你们才对啊 事情 人生确实是这样 在你的人生里头 你还要面对 而且 要欢喜感玩就对 要像春天的喜气一样 春天并没有改善你什么 但是为什么你会觉得有点喜气呢 因为你碰到人 都会跟你讲恭喜恭喜 碰到人都会跟你笑一笑 打打招呼 但是 元宵以后大家就不太这样子了 但是我们内心里头 常常要有法喜充满 这个 我总是喜欢重复寒山的这首诗 去睡患愁脸 春来勿色仙 山花笑绿水 炎幼五青烟 风蝶智云乐 情愚更可怜 朋友情味已 彻夜不能眠 我们以我们来人间比喷而游 我们不只是对我们 自己家人 我们对朋友的社会 这一个比喷而游的爱心 这个爱心 这个慈悲心 这个不爱的心 这个不爱的心 有的时候 我们自然偶然 跟我们的原来的所谓的般若 也就是真正能够把这个回到这个量子场 把量子场结合成美好的这一个绝有情的生命 其实就是靠着在这里 我讲到这里 我想拉到以前我读到的一篇报导 这篇报导对我也是很感动 也是很大的启发 在美国 我记得好像是Texas的地方 有一个人叫麦坎尼 麦坎尼 麦坎尼这个人 他二十几岁 三十岁之前 他是在广播公司工作 或是跑来跑去 比如说晚上要做节目 什么东西 所以也很辛苦 赚的钱也很少 要养家后果很紧 他真的是觉得 这个只能勉强过活这样子而已 那么 他在他的回忆录里头写了这个事情 他说 这个 有一天 他到公司去上班 就看到公司的外面 停了一部 这个 车子 黄色的车子 这部车子里面呢 坐着一个 年轻人 他摇下车窗来 跟他招招手 他也很热情地跟他招招手 他也很热情地跟他招招手 以为就这样而已 可是 他当天晚上做夜 加班 做节目 做到 第二天 一大清早开车子 要回家 看到 那个年轻人的车子还在那里 他跟他招招手 他还跟他招招手 他还跟他招招手 不以为意 第二天 这个 他就是 这个 因为是上的 他是做晚间的节目 他第二天又是一个 晚上上班 就是又看到他 他回家又碰到他 到第三天的时候 他换早上去上班的时候 又看到那部车子 还在那里 他还是摇下车窗 还是跟他招招呼和怎么样 他就觉得很奇怪 怎么一直停在那个地方 那么冷的天气 还下着小小的雪 这个年轻人怎么回事 他下来跟他招招招呼和想 你怎么都一直停在这里 他说 我来这里应征工作 上班 就是明天上班 我提早那三天来 但是 先生 我身上分文都没有 你能不能借给我一块钱 我去买一点东西 让我能够果腹一点 明天我上班 就可以预知薪水了 麦凯尼呢 他一想 这个年轻人在这里 已经搞了好几天了 他说 他身上真的分文都没有 他身上真的没有钱 这也是很奇特 他为什么身上 他说他本来就是一穷二白的人 他觉得他身上没钱 但是他想到 他的皮夹里头 有一个一张一块钱的 是有一次去观赏一个 就是很大的一个表演公司的一个表演 然后呢 那里面的表演者 在那一张一块钱的上面 都给他签名 因为他有记者的身份 所以给他签了 他把他视若珍宝 放在皮夹里头 当作 而且这些人是大明星 他想一想 他身上 就是没有钱 他回到车子上 翻一翻 真的没有 他自己就是一品如洗 他想到这里面有一张 他就拿起来 有点挣扎 然后还是拿去了 他说 我只有这一张 但罪战有很多的签名在里头 他那个年轻人 拿了 他也不觉得特别怎么样 他就拿了 他回去了以后 他说 他简直不敢想这件事情 因为他觉得说 不敢就对了 好像很不舍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也没有跟太太讲这个事情 可是 他这件事情 在以后他的回忆录 他的内容 他就从这个地方讲起 他说 第二天他去上班 那个年轻人也去开车走了 从主以后再也没有看过这个年轻人 可是他呢 当天就接到这个有一个新的规划 做一个广告之类的规划 他当天就有五百元的收入 他说对他来讲 这五百元对他像百万一样的有用 然后再隔第二天 他又收到一个新的订单 然后呢 甚至还有一些文化之类的一种合作的东西 不断地进来 但是说 这个 他呢 到了 这个 九零年代 八零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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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 他开了一个很大的工厂 是汽车零件的制造工厂 他 有很好的房子 可以住 然后在江湾的地方还买了一个别墅 他自己在想着 那个人 他一直在想着 那个人从主以后再也没有看到那个年轻人 那到底那个年轻人是谁 那他真的是天使吗 天使吗 Angel吗 我知道 你称他在天使也好 你称他在菩萨也好 你称他 他就是 人一旦打开了这个同理心 有了同理心 你就产生的那种 同情 不是执着的情 他是真的打开了 他 不只是对人 同理 对事物 同理 对很多的事情同理 所以他打开了 所以呢 我们谈了 在我们的人生里头 要让这个社会 生命能够发挥这个热情 他并不是只有这一件 我们讲出来只是这一件小个小故事 而且这个人刚好他发展成一个事业 但不 这个人 他慢慢来 他真的走出来 他成为一个很有同理心 能够感 同理并不是只有同理人 同理事 同理万物 所以这个人 他整个的心就不一样了 你有没有觉得 如果 我们用同情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执着在情里头 如果我们绝有情 如果我们绝有情 我们能同理 可是又有情的时候 绝有情 这就变成了一个菩萨 那么这样子说来的话 这个生命呢 那么 他是一个 有这个 这个 整个发挥生命的热情的 这个人 他发挥了这个生命的热情 同时也开启了他自己的如来的法性 跟如来法界相应 自己的佛性也是打开来的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 给各位谈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一开始谈到Vector Franco 这一位意义治疗的心理学开山主持 他能够看到的东西 并不只有他的个案 而是他在二战的时候 面对着集中营的那些东西 以及他同时是一个战俘的那种状态 他所看到的 他觉得人 一天没有目标 一天就迷失 所以那个Sunday Neurosis 就是他们这一派的心理学里 都提出来的 礼拜天的神经值 什么叫礼拜天的神经值呢 精神分析学派也讲这个 也谈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礼拜一到这个礼拜 以前是到礼拜六 礼拜六的中午休息了 火气终于休息了 礼拜天如果你没有目标 没有一个计划 他想好妈这一睡就睡到了 哎呀我很辛苦好好睡 睡到了可能十点十一点睡 早午餐一起吃 吃完了以后也睡饱了 想要去睡 想要去睡 睡一会儿就起来了 要干什么呢 出去外头随便去找个东西玩玩吧 结果一玩玩到了半夜 可能过了五月以后也许到了凌晨才结束 所以礼拜一呢 要去上班的时候呢 他精神不济了 晃晃晃晃晃的 所以你知道企业界里头 在他们的人事管理里头 也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其实礼拜一来的时候 礼拜一通常的士气是比较差的 所以有很多企业他在礼拜一的时候呢 他会特别做一点什么 那有些主管呢 在礼拜一的时候 会特别跟大家谈一点 这个礼拜有一个新的东西 把它稍微把它振作振作一下 这是管理学上 也是会注意到这个问题 但是呢 一天没有目标会垮掉 一个礼拜没有目标 当然这个礼拜会白过 有时候一个假期 没有目标也不行 那么最怕的就是没有目标 没有计划 他有计划必须 那个计划那个目标 我们必须有意义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佛经里头 维树家把它归纳出来 告诉我们 我们需要的是 这个整个生命里头 我们需要这些 有这样子的一个真正的一个目标 欲、圣洁、炼、定、慧 这五个因素 是可以这么讲说 这五个根本 五根五粒一种生命力 是从这边来的 所以欲、圣洁、炼、定、慧 就是五根五粒从这里来的 我们看到有很多忠措生 失业者、退休者 他所潜藏的危机就是 他没有一个目标 有一个人他跟我说 他说这哪是 我退休了怎么办 我说退休了好不容易 现在才能够真正的 可以好好的过一点 自由自在的日子 他说一点都不自由自在 我不晓得要做什么 我说你这想不出来吗 他说是 我想不出来 而且一段时间以后 退休的蜜月期就过了 他现在不想要做什么 我说你为什么不去做一点 像志工、义工之类的呢 他说去哪里做 我说是啊 你没有跨出去 你怎么知道去哪里做呢 那么你有没有宗教团体 慈善团体去帮助他们 他说这个我没兴趣 好 你这个没有兴趣 那我问你 你总可以到社区大学里头 那里面有好多的计划 就是project 你可以学画画也好 学跳舞也好 那你去那边就有一些东西 学一点东西 他说我好了 学那个干什么东西 所以我跟他讲完了 以后他只有一个 只剩下一个就是等死 然后他跟我讲 老师好苦啊 我说应该出去走 你要去走一走 或者要不然的话 你应该去旅行一下 或者怎么都可以 那台北这个附近交山 有很多可以去玩的地方啊 他跟我讲 我都没有兴趣 我除了工作以外 没有兴趣 我说要不然你就再去工作啊 他说退休了还工作什么 他从头到尾都在跟我辩驳 所以他跟我谈这个话 谈得很好一会儿 我知道 我说这样好不好 你试试看 这个 你 现在你的身体 你的心情 他说我就是因为心情很不好 所以才会跟你谈这个问题 有人跟我讲说跟你谈谈 会有用 我说跟我谈谈是有用 但是用在你身上 不是用在我讲的那个话上头 用在你身上 你试试看 我觉得你先 你对别的什么东西没什么兴趣 总有一个原因 他说哪里 我去接触到宗教团体 我发觉那些人 宗教团体 他们都不见得真正的 有那种 有那种心 什么心 爱心 我说你去表现一下真正的爱心 而没有私心 不是很好 但是你也不要去批评人家 你去好好的表现看看 还有 在做这个之前 我先问你 你一开始跟我讲说你浑身是病 到底是什么病 他说我也不知道 全身都是病 见戴得很 都是病 有时候躺在家里爬不起来 我说对了 那么 我劝你 先去看一下 身心科 你可能有一点 这一段时间 你退休完了 这一段时间 一直都没有做什么事情掉下来 那个没有目标很厉害的 所以 我们一个人 一进入到那里面来的时候 会很麻烦 我们看到 这个 所谓的 这个 虚拟实境 这也是现代的一种现象 就是说 这个 一直在网路上世界长大的小孩子 他活在一个虚拟的一个状态之下 他以为他有很多的 但实际上 等下他出社会要去登单工作的时候 不是只有在网路上而已 而是他实际上还要去碰到人的互动的东西 以及在实境上他必须要有的 但是我们现在发现 美国也最近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 就是 这个 所谓的数位化时代里头 这个时候的 儿童教育应该怎么办 也是这几天 我才了解到 中国大陆 他们现在也在搞一个东西 就是 关于 这个学习型家庭的问题 这个学习型的家庭里头 他说 这个孩子 这个学习型是怎么样把小孩子带起来的 他们是整个冻结来在 在处理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们 要注意到这个问题 生命世界里头 我们从实际生活 这个生活的情境里有 有好多个相度 但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实时能够振奏起来 保持有一个 随着这个环境的改变 是不是 无常 这个 这个无常 就是环境不断在变 无常 我们必须要用般若去感应 来产生一些新的创意 才能够调适得好 所以 脱离那个现实 就同时脱离的 有目标 有意义 有价值 那生病的热情 就相对会受到很大的损害 我研究 从科学的角度研究心理 然后从年轻 从小的时候学佛 这样子培养下来 我这两个东西 我会把它整合在一起来看的时候 我发觉佛法里头 这个大藏有这么多东西 那里面有好多 都是很有智慧的东西 是值得现在人把它 跟现在的生活在一起 用现在的生活的体验 去做一些有价值的一些 这个活用跟延伸才对的 那么所以我们呢 需要一个目标 就是欲 我们才会振作 我们也感觉到我人生 有我的生命的一个方向 我才会振作 如果我没有一直等着 就是别人对我好 没有想到自己应该怎么去走 那么我们很容易 慢慢的就往下掉 所以你看到第二十页这个地方 面对现实的目标里头 这个《法华经》里头 它做的这个批育品里头 告诉我们 它说像火载玉一样 我们生活在像火载里头 那么这个火载 并不是说我们忙碌 现代的忙碌人这个火载而已 一个人没有一个目标 每天在那地方烧 你看那些人烧的都变成 整个情绪滴落到变成忧郁或者是焦虑 我们可以知道说那都叫做火载 有的是正在烧的苦 有的是烧到自己垮掉的苦 那么火载玉里头 刚才是个长者 告诉怎么样 在这个大宅院里头 那么这些玩的不知道 不以乐乎的 所以它告诉他们 外面我把你准备好了 可以让你可以去更宽广的视野 去玩得更好的地方 他说我也没有办法把他抓出来 就叫他们出来 到最后他们都出来 所有出来的人他们都给他 他都给他一部大的牛车 而且把它装饰得很好 让他们可以真正的 那么宽广的 有目标的去走他自己的人生 但是不管是牛车 路车 羊车都只是全设的 但是无论如何 你总要有个目标 要去哪里 要去做 而且知道它的意义才可以 所以这个羊 路 牛车都在外面 要他们去牛车 所以他们大家彼此就出来了 就走出了这个火载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这个药草玉品里头 我常常都举这一段 他说这个就像 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山河大地里头 有种种的花草树木 这个法语普润下来的时候 不管是上根的 中根的 下根的 是不是 通通怎么样 得到这个法语的滋润 通通来都在你欣欣向荣开展 是不是 所以上根 中根 下根东西都在那里开花 都在那里结果 但是开花结果 佛却告诉我们他是平等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是一个小人物 我们当然也不要因为听了这段话以后 我们就变自大 佛告诉我们平等就是平等 怎么平等法 你有多大的财富 你有多大的名顾 有多大 你走的时候 你一定带不走 如果你执着在那个地方 还以为自己是在演戏上面 你还在圆圆外 那你还穿着圆外的衣服 还有他的脸谱 你再走出来 大家是不是看他好像小人 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也可以了解 要是在玉品里头 法语一时等速的时候 所有的花草树木 随他的根性 那么花果复始 那么通通都在那里有所成就了 那么每一个人都在那里用他们的爱心 用他们实现他们自己 在这个世间里头彼此互利 互相帮助的一个转向 所以每一个人要依自己的这个现实 就如所从来的去设定他的目标 而且要依自己的目标 看到了这人生的意义在哪里 你会觉得我做这个事情一点意义都没有的时候 手就软了 但是我们觉得我们有意义 而且我们充满着希望 要采取 每一个人要排取 这个面对现实里头 步步为营去努力采取 那么 这个 有一个 这个 自家科有一个 这个 Colinio King 他是做这个洗衣服 连锁店最早 算是很早期就发展出来的 他是一个 他本来在哥伦比亚大学练气管系 练了一年 他的母亲和家人打电话来 因为他是长子 他的父亲突然间意外 突然间意外 就死掉了 突然间就死掉了 意外 那么 他只好回去 他妈妈跟他讲 你要帮忙抚养这个家 我一个人抚养不了 因为他在下还有好几个弟妹 那 他是一个黑人的家庭 最后他只好办了 这个 休学 然后就回家去了 就去当洗衣工 因为父亲是洗衣工 他想了想 洗衣工 一个练过大学 一年几 然后 现在回来当洗衣 在这里洗衣工 他想 自己来开个洗衣店 看能不能加盟 在一个大的洗衣店里头 人家都不要 为什么 你嘴上乌玛吗 这么小 这么年纪轻轻的 他不要 所以他没办法 只好他自己来仇胜 结果他竟然在两年之内 开了一个二十几家的 连锁店出来 这很奇迹 他再写了一封信 回去哥伦比亚大学的契管系 说我是当时是怎么样 两年过后以后 我怎么样 我当时办休学所续 只有写了一封信 所续也没有完全完成 我现在告诉你 我想回来 是不是可以准我再回来 结果 戏里面竟然为这件事情 开了一个戏务会议 为什么 来讨论 我们 并不是只有讨论 他要不要让他回来 我们要让他回来 第二个是 他回来 我们是不是要让他 任教 结果戏里面竟然同意 大家开会同意 大家开会同意 让他当坚韧讲师 用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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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 念完以后 当然他是 往事业上去发展的 这样子的一个人 我们想 一个人能够面对现实 在现实里头 看到他的目标 看到他的意义 看到他的智慧 他会开展出来 他的同理心好 这很重要 但是我们的人生 有时候我们知道 我们是老人家 我们难道还要这样拼吗 不 我们老人家也要看到 也是我们的意义 跟我们的价值 也有我们的目标 我现在的目标 并不是要怎么样 我的目标是 我常常念佛 或者是 我再怎么样 会觉得 我迟早要离开 要完成这个旅行的 那我会懂得 我会回到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那里 还没有修完的学分 我在那里再修好了 但是我能修的 我一定在这里尽量的修 我们心里 主宅主宅得掉 因为你的生命里头 确实是这样 每一个人 他的人生的阶段不一样 所以 这个 佛法里头 告诉我们 所谓的无常 那里面你才看到了整常 无常的世界里头 要看到整常 那个永恒的 无所从来的如来法界 那我们现在的现在 我们要去面对它 我们要看到它 我们对它的承担 跟意义才行 有目标才能够承受种种的苦 我们的精神能量 才会慢慢的好起来 那么 这就是 我们可以知道 就是说 面对目标 现实的目标 是多么的重要 你看看 多元智慧和价值 对我们又是多么的重要 我们看到 人生里头 在心理学的研究里头 最早提出多元智慧 而且用实际研究 就是哈佛大学的 哈佛大学的 Horward Gardner 他在1970年代 那一个时间 他提出来 他说花了15年的时间 去研究 去归纳这个事情 最后他告诉我们 他说每一个人 他的智慧的偏向不太一样 那么 每一个人 智慧的偏向不太一样 有的人是 语言智慧型的人 有的人是 音乐智慧型的人 有的人 数理逻辑智慧型的人 他数理逻辑特别好 有的人是 空间关系智慧型的人 什么叫空间关系智慧型的人 你要设计一部机器 那要空间关系很好的人才设计 你去绕了一大圈 还能够走得出来 在沙漠里绕了一大圈 还能够走得到方向 还能够拿得准准的 那是空间关系智慧 要有这个位 身体冻觉智慧型的人 那是他的运动 他的身体的灵巧 那是身体冻觉智慧型的人 要舞蹈 要运动 这些东西 手的灵巧 这个东西 人际关系智慧型的人 他对于人际互动很好 有内心智慧型的人 他对于内在里头 他有着一种内心 他自己反省力非常好 而且从这里也产生了他的主动性 这个观察自然 观察自然智慧型的人 有些人看这个大自然 一看他就 确实是不一样的 人家走到那里一看 这里面的山底下 可能有矿 然后他们再去找一些来印证 对 一看就有矿 我们呢 就黄金就在你的脚底下 只有三寸而已 你也看不出来 他不一样 他是观察自然智慧型的人 有些人 那鸟飞过去 他一看就知道这叫什么鸟 而且那一只是公鸟 那一只是雌鸟 那一只是雌鸟 他清清楚楚 我们鸟就是鸟 还什么鸟 是不是 有些人一看一看 我一路上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树 这是什么草 这是什么花 那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观察自然智慧型的人 那么我们看到 还有一种是宗教智慧型的人 他在宗教 这个生命的终极 这部分的醒悟 特别的好 那是宗教智慧型的人 那么我们看 每一个人都具有这些智慧 但是他分辨的不均匀 所以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是不是 你要一个 语言智慧型的人去读 理工 他读得好吗 理工 这个 比较有前途 你叫他去好了 你去试试看 不太行 他是理工智慧型的人 你叫他说 你去搞人际关系 找公关 你去找他搞搞看好了 那回来他说 一拍这面就是这样 怎么会变成这样 不一样 那么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 所以 就变成叫多元智慧的一种测量 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 多元智慧的测量现在变成不太准 为什么不太准 因为有好多的人 已经把这个题目拿出去说 你要怎么打怎么打才会进哪一个地方 还有一个是 你先有一个目标 然后在做测验的时候 你自然偶然会偏的有点偏力 它并不是真正自己的一个反应 其实每一个不同的 这个 它的一个天生的智慧 它因缘都不一样 但是每一个人也有一个 多有这些东西 也有一个共同的 这个叫做 就是一般性的智能 那么所以 如果一个人 他的智慧 他的环境 他这两个相撞 这个配合一般的智慧的努力 他并不是完全都是 语言智慧型一定要去搞语言学或者 不 语言智慧型的人 他在商场上占了很多的便宜 是不是 他有那个环境的时候 他沟通过外面很好 他其他的能力整合起来 他还是可以 还是可以 当然 你看看郑老师 他在这里讲课 是不是需要语言智慧 要 那好 那我为什么读佛经一读就懂呢 所以 我的同修 他就跟我讲很奇特 为什么 那种佛经我看 看不懂 你一看就懂 也许吧 那是因为 宗教最后也不一样 我说 我们两个 我学佛法 学他心理 你学法 我们都是法 所以平等 他的法学得很好 我佛法也学得很好 他跟我学佛法 但是世间的法 我常常请教他 所以我们知道 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些特长 有他的根性在那个地方 但是我们根性跟因缘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人生的生活当中 请大家留意一件事情 因为每一个人的缘 环境都不一样 所以他培养出来的兴趣也不太一样 所以同样是属于 所以我们说 我们说如果是语文智慧型的人的话 有的人他就去写作 有的人他用口头表达 有人写诗 有人写散文 是不是 有人设计广道的文词非常好 是不是 他有很多的各个发展的不同的地方 那么在他的环境里头 会产生到他的特有的兴趣 如果兴趣跟他的智能 又可以结合在一起 跟他的环境又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那我们看看 他的人生的发展 就比较容易发挥 那么所以 Lisa Swell这位心理学家 她告诉我们 她说其实兴趣就是一种价值系统 我对某一部分的价值系统 我有兴趣 所以她怎么说呢 她说有的人呢 她是属于美感型的 有的人呢 她是属于美感型的 她看她喜欢美感的东西 有的人是人道型的 她喜欢人道互动的那一部分的兴趣 有的人是智慧型的 她喜欢对于求知科学发展的各个不同的智慧型的 经济型的 她喜欢做经济沐浴 她的价值观也在这个上头 有的人是权力型的 她喜欢搞政治 有的人是宗教型的 她对于宗教的关怀 有的人是快乐型的 她很快乐 她到哪里都快快乐了 而且她的快乐后来发展成什么呢 那个快乐型的人要去开旅行社才开得好 要去开一个快乐型的人要去弄那个 这个什么 像迪士尼那一类的 她才弄得 她就经营得来 我们没有那个东西 你没有办法去发展那个东西 所以有这些因素 每一个人的根性因缘都不相同 但是要在那个地方产生她的 不断地产生她的目标 这个目标她觉得有意义 有价值 而且她就是在发挥她生命的光辉 所以跟很多人可以产生了他们的 对这个社会对别人的一种贡献 像迪士尼这种各种经营这种乐园的地方 多么希望你来了 你能高高兴兴的 是不是 你去了也要高高兴兴 可是一个经济型的人到那边去看一看 这个门票是这样收 一天收多少钱 这些来的人有国内有国外 他就看了很 他又开始在那个地方研究 他是经济型的 智慧型的人他去了以后 他就想这个东西是怎么去实践出 怎么去弄出来的 那这个我怎么发明一个 比他那个东西更好玩的东西 所以每一个人他的因缘也都不一样 那么所以人生里头本来就是很宽广 有好多很可以发挥的地方 那么我们有时候就是把自己绑在那个地方 我们有时候甚至于觉得说 人生从头到尾就是一个目标 我不觉得这样子的说法是那么样子的死板 你有一个很重要的 比如说我们常说 有时候无所从来 我最后的目标到如来法界 在我人生之后我要行菩萨道 这对 但是你在人生里头并不是只有这样 你有很多的角色 你当父亲或母亲 你当人家的部署 你做一个公务员 理工一笼 四笼工商 各个不同的角色 你要感觉到我真的 活得有价值 我真的奉献了我的这些事情 我努力的做过 我的人生也没有戳头过 也好好振奋过努力过 那么所以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个问题 这里面我们需要一个智慧才重要 所以这个般若用在世间法里头 就产生了创意 我们也称它叫智慧 可是智慧的上头 我们也常常看到那就是般若 那就是如来法界 我在人间里头 我既是有智慧产生创意 我们也在人间里头 我能够看清楚有般若可以绝照 我在人生里头 我无论是在我的工作 家庭 感情 生活 各个方面 以及我种种的记忆 人生的生老病史 我比较能够绝照的开来 不只能绝照的开来 我们有一天 我们生命要结束的时候 还是要回到那边 如果我一直执着在那里 在人生工作上一直都执着在那一个地方 卡在那里 心里面也很难受 烦恼很多 执着产生很多的烦恼 执着情染 情染也产生很多的烦恼 我们内心里也因为烦恼跟执着 我们产生了蛮多的无名 所以我们要注意 所以成功之后的危机 要懂得随缘 真正能够做一个有情的菩萨 时时刻刻能够保持自己是一位抉择 不要在那个地方 我们迷失了 我在这个地方跟各位讲 为什么说成功往往 之后会有一个危机 从心理学的层面来看的话 心理学常常告诉我们 他说成功的背后 就往往埋下失败的影子 你去创立一个公司 你原来的行持方式是这个样 但成功了 你还一直执着在原来那个地方 那环境改变的时候你就不行 一个时代在变 它不只是企业 一个文化事业 一个社会性格 一个政党 一个每一个历史的朝代 你仔细去看 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是有般若有智慧 是这样产生他们的创意的 但是后来他们成功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就快了 另外一个东西进来 那个东西进来以后 那个东西 如果又在他原来的科学的旧方式里头的话 那就会面临的危机 就会面临的危机 我觉得 这一部分的观念 在我们的社会里头 要好好地注意这个问题 我们有很多的观念 一直留在一个刻板的 而不是我真正在不断地在 叫productive creativity 一种创造性的一种活动 这时候大家必须要重视这个问题 那么世间法是这样 但出世间法那个回来再来看的时候 那么他超越了生一世 所以原整他那首诗我很喜欢就是叫 末效封城满病人 此生原在有无间 末效封城满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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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闲病人 那个闲病不是赢赢 你内心里头有那个闲情 抑制的时候 你的创意 人生才会来 工作才会好 如果我们绑得紧紧的时候 我们累死了 不只累死了 烦恼的把自己都绑住了 所以有一位疲倦的契约家 有一天他觉得自己越来越疲倦 而且想起他的工作并不是不好 但是我觉得越来越疲倦 而且没什么意思 他每天都有事情要做 但是他觉得好像没有创意心的目标 在那个地方 真的很难过 但是又实在是到时候 影响到他的身心健康来了 他有一天 他就回到他自己的家乡 他去看他的以前的 从小就在那里看的老医师 家庭医师 那为什么他感觉这么疲倦 然后工作也没救 不带救 其实是有些忧郁产生这个问题 他又不得不勉强去做 那就变成很被动压得很厉害了 那么这个时候 那一个 这个也是听他讲完 然后看他的数月 眼前也维持得不错 这个 他年轻的时候一直也是看过他 可是他现在所面对的这个问题 其实这么的困顿 不是事业有问题 是心理上有问题 他跟医师谈了这个问题 他觉得连事业做起来都所然无畏 很困顿 事业做这么大 为什么这么困顿呢 最后一生呢 听他讲完了 就给他开一个厨房 那个厨房呢 就拿起他那个白白的纸条 他就在那里写 没写一个就把它包成像药包 以前那种药包一样 包一包 包了四包 把它放在一起 然后装在一个袋子里 来 我告诉你 你明天 九点钟到海边 到海滨去 九点钟到那里 服用第一个厨房 十二点 除用第二个厨房 三点 第三个厨房 五点 第四个厨房 先记得 只带一点午餐 简单的午餐去 吃午餐 带一点水就好 不要开车站的收音机 也不要带什么身上的收音机之类的 现在是手机 不要带一切都放下 就是 他说 他这个企业家觉得很奇怪 干嘛 他说 你不要以为 我没有给你开药 这就是药 你真的要去 照这个服用 一样要给你收费 这个收费还不止 他就回去了 第二天 就想一想 只好 没有什么部署可以走了 他就好 九点钟 他早一点就开车 开到他以前 因为他跟医生 医生也知道他们以前 包括兄弟姐妹爸妈都常到海边去玩的 甚至于 这个 这个 很喜欢到那边去的 他也问他说 你最 留恋最 觉得欢喜的童年在那里 他说是在海边 所以他 好 这个 他给他开这个 就是你在海边 到了那边 九点钟 还没有到九点钟 他就在那里等 终于 九点钟到了 他把第一包药 打开来一看 只有两个字 地听 一个言字旁在一个 皇帝那个地 就是让你很认真 很专注的去听 他起先觉得要听什么 海边听什么 可是他真的很认真的去听 契约家就是契约家 认真的人就是认真的人 他去听 听什么 听海风 呼呼呼地吹着 听着海风 吹着 这个 海岸的 这些小矮 这个 海边的 这个 矮树虫的声音 听着 海鸥的鸣叫 然后 他很专注地在那里听 听到 听到风 大一点的 阵风 所以在沙丹上 他可以听到 沙在滚动 以及跟落叶 的声音 然后 这个 很认真的在那里听 这很像修禅定一样 很专注的 在那个地方 在那个地方 就是 要他修的是 紫 新的 那他就一直很专注地听 不是只有听一下而已 他一直在听的 越听越陶醉在那里 而且把他 童年青少年的时候的 在海边的 这样子的一种 听海洋的 这种 这种声音的 这个部分 还有海鸟的声音的 通通都慢慢投注在其间 他好像被洗涤尽了一样 所以 他跟他讲说 这个 这个 要他 这个 地听 要 到他中午吃个午餐 要他 回想 他在回想这个地方 回想的过去 这个 回想的自己 年青的时候 爸爸妈妈 带我们到这边玩 可是现在 兄弟姐妹也各奔一方 连父母亲后来 移居到别的地方 也都没有去看他们 他的父母亲还在 可见他们都很高瘦了 也没有什么去看他们 他想起来 他想起 回想 回想过去 他是怎么样振作的 从一个小小的 小 这个 在业界里头 最基础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开始做起 然后到自己创业 在创业的时候 他是动得认真 他呢 不只是创业认真 他带动人家的热潮 而且还做了很多慈善的工作 而且监献给慈善的这些东西 他自己还拿着监献的钱 到慈善机构去 他是那么的认真 而且 这个 参与了很多 这个社会的一些活动 那后来 他事业大到 这些东西都没有 他说 他 签了个名 把一张支票 就送出去了 所以 他无感 没有什么那种感觉了 他感觉到 他好像有做 但实际上等于没有了 他也在回想过去 然后 到了三点钟的时候 他打开来第三个 检讨你的动机 检讨自己的动机 什么动机 小的时候想着 自己未来前程示警 好好的努力 在工作上是如此的努力 他的动机 是为了自己的 检查的动机 但是现在没有 现在 我只是为了赚钱 而且钱 别人帮我做 这些东西 有这么多的人 帮我赚钱 我觉得越来越多 可是我却觉得 整个的心灵事件 已经变成了空虚的样子 检查自己的动机 以前 对于自己的亲人 但是 亲人 很少联络 你自己的朋友 也很少联络 你自己的朋友 年轻的时候的朋友 当然不是现在 上街的朋友 也很少联络 这个事情 他想一想 他似乎有所领悟 他似乎脱离了生活 也脱离了真正的人 这一个生活上 又可以带来很多 有意义 有价值 有风趣的这个部分 他觉得 有一点领会 他觉得 我要跟我的兄弟 要做一点联系 再去看看父母亲 然后又要抽一点时间 真正 像以前 你要去做一点慈善 真正去做慈善的工作 不是只有给钱 签一个支票 他想一想 就在这个时候 他觉得 他整天只是活在 那个钱的 那个系统 不是钱不好 不是这个企业不好 而是他只活在这个地方 他没有其他的意义 没有其他的目标 所以变得非常的孤单 单调了 他被锁死了 他回去了 大概五点钟 他有所醒悟的时候 再把他第五 第四个 那一个处方拿出来的时候 把烦恼写在沙滩上 他就在沙滩上写了一个Worry 然后 跑到海边 在沙滩上写了一个Worry 一阵海让过来 他把那个烦恼 把他抹平了 我知道了 他那一天回去内心里头 就如海 把他抹平了 一样 他开始的一个人生 他在企业上 有些东西 我可以透过组织 透过什么来做 我怎么掌控 我应该有一些什么样子的生活 对 有一天 台湾流域是有一个大企业 他可以跟我讨论这个问题 他说 那是 这些人很厉害的 到现在 到现在 说成功 当然大家都说我很成功 但 我觉得好像欠缺什么 我说你什么都不缺不是吗 他说缺 我说我不问你缺什么 我不问你缺什么 你一下子也找不到你到底缺什么 他说对 你讲的对了 我好像缺什么 但是我不知道缺什么 大家都以为我什么都有 我说对啊 我说你试试看吧 你在企业里头 你应该掌你最重要的东西 你有副手 有你的一个重要的团队 所以他妈 那么 有一些东西 你也可以 夹手别人去做 你应该分一点时间出来 他说分一点时间做什么 我说 你有没有好好去旅游过 他说没有 都是去哪里开拉会 完了以后就回来了 我说对 我说对 很紧张的 他用这个笔 说是啦 很紧张的 有两下也这边就没有了 你这边呢 但是这边呢 就跑到这边来了 比如说 你的 这个出去的时候 你是不是可以 在某一个情况之下 把控制安排 你应该有时间可以去 到哪里去 好好 让自己去那里 旅游好好地真的放下心来 或者是 你有没有可能 参与一点社会服务的 这一类的工作 或者宗教团体的一些 你可以的话 那 我觉得 你要再重新把它走 跟你以前什么东西都自己抓的 这个情形 你要把它分出来 我那天我还跟他讲 我说 过去 我跟李国定先生 我在他的会下做事情 我发觉 他能够掌握这么多科学进步的各方面的东西 并不是什么东西都自己来 而是 有很多人主动 不同的专家 在给他 抓很多东西来 他又是 学核能 又学物理 然后 回过来自己学经济 学财政 那科学的东西基本又有 所以不同的东西 不同的人 他给他很多东西 而且他跟这些人 他不应酬 但是这些人都很喜欢跟他做事情 为什么 因为跟他做一件事情 每一个人都感觉他受到尊重 受到肯定 因为他的优点 他的努力 都会跟他讲 他也觉得他有成就感 他无形中有 所以他也有他悠闲的 有时间去做礼拜 他是一个基督徒 他也有时间 他自己在整个心灵的修行上 他也都做得很好的一个人 所以 我们的人生能够这样整合起来 这样去看的时候 我们就地听 回向 检讨你的动机 把烦恼写在沙滩上 回复出来我们的般若 我们的创意 比较容易开展 所以就因为这样子 我们才能够找回生命的热情 金刚经里头这么说 他说 印如是生亲近心 我们当时只注意到说 印无所助而生其心 但是你要知道 经文里头明明告诉 印如是生亲近心 不应注色相为处法生心 那么 因无所助而生其心 所以 我们知道 无所助而生其心 并不是我什么都空空 是我怎么样 要生这个亲近的心 这个亲近我不会被 我的生活的这些经验 射受想行事的东西 不会被这些绑住 所以才可以 所以你可以了解 一个人 他能够这样子 才能够真正的日心有心 才能够真正的领会到 一花一世界 一夜一菩提 日日是好日 夜夜是春霞 我们常常在一个二分法里头 我们老了 就觉得自己老了不好看 年轻了才好看 不 老了有老的庄严 年轻有年轻人的活力 所以 每一个人都在那个地方 真的是 看到一花一世界 一夜一菩提 日日是好日 夜是春霞 应如是生清净心 所以 不应助色生香 未助法生心 应无所助而生其心 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了解 每一个人可以如此 环境 时代 都在变 潮流也在变 无常 但是我们有一个 有智慧在 由般若来绝躁 我们产生人间的智慧 就是 这里面 我们 这个 能够如所从来的去 发挥 另外一面 我们 这个般若 所以回头是按 看到了如来法界 那就是我们的佛性 所以 新云大树所谈的人间佛教 这四个字 他其实所谈的就是 重点就在这个地方 那么所以 我们了解到 这个 说 为什么 所能言经里头 当最后善才同旨 要去预办的时候 其实善才同旨 那五十三参 去拜访那五十三位菩萨 并不是足有五十三种 而是什么 我们人间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就菩萨 可是有的人 他明明是在菩萨里 他就不知道自己是在菩萨里头 他 看不到自己是菩萨 可是我看他明明是菩萨 他不是 他说他不是 我做菩萨里头 我做菩萨里头 这样子 那么好 那么我们看到 这个生命的热情 一旦开启起来 我们不会被热情绑住 可是我们在这个地方 却能够真正的去领会到 这个 这个 一花一世界 一夜一菩提 日日是好日 亦亦是存消 这竟是原整所讲的 这竟是原整所讲的 就是 这个 这个 书卷 连月 忠然施 是不是 要重视这个问题 人生里头有书有卷 但是怎么样 你不会 这个 连月是不失的 那么 去住 云心 一种弦 再去住 在我们 生命 面对的种种的 一个现在里头 我们能够懂得真正 一种 发这个 清净心 能够生清净心 能够不住 色身相畏触法 生心 那么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所以 他是真正的 这个 去住 云心 一种弦 必须是这个样子 这才对的 那么 我们 谈到这里来的时候 我们同时也看到 圣洁这个问题 也就是 我们对一件事情 我们对他 对我们所做的事情 我们看到了他的意义跟价值 那 这就是所谓的圣洁 那么 每一个人在他自己的不同的 这个 如所同来里头 看到了他的圣洁 看到那个 自己也同时在行菩萨道 可是 我们明明今天是在行菩萨道 可是 为什么明天 我碰到一件事情 我碰到一件事情 然后我就又 我常常就会 没台没仅 就卷到那里面来 他心里面很纷繁的 那我就跟他讲 我说 你去看 这个 我有一本书叫 他过好每一天 他至少提醒你 有些东西 你不要被那些东西给绑住 但是我觉得 读经不要中断 念佛不要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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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读经跟念佛在一起 有久了以后 那么这个有精有正 自然奥乃 念心里头 就能够起这个 这个般若心 来绝照 这个 有情人生的这一段 每一个人都是要为 这个 这个价值 这个价值是什么 究竟意的价值 而不是我只是要比别人好 有一个人 有个章 这一张局势 他在道场里头很认真 我碰过他 认识他好久 我第一次认识他 是我父亲瓦森的时候 他来跟我助练 他还拿了 这个 这个 引擎来 这一张局势呢 后来 这个 有机会常常 就 碰面 那么 在我家的对面 大慈佛社 我也常碰到他 我母亲 晚上的时候 她也一样去助练 她平常就在那里帮忙 有一天 她年纪比我大 好几岁了 我问他 是你 这么早就奉献佛法 她说 对 我说那你原来在做什么 她是做贸易的 她说我后来也设了一个场 我这些东西后来都交给这个弟弟去处理 她说我连过来处理这些 我要来 因为时间 我自己也觉得这个人生 掌握这个时间也不多 所以我现在在做这些事情 我说那你那些事情呢 那些事情 他们跟我讲完了 说你做得多怎么好 她真的把它放下来 所以一个人 到了联老 他接近八十的一个人 他的整个的一个心胸 就觉得我还能够做一点服务 别人的工作 我就是这样做 而且我每天很认真在这里练佛 我相信我的心 这个充满了一种光明性在这个地方 所以一个人呢 他有一个为价值而活 我以前给各位讲过 这里有几个故事 我随便连几个故事跟他再讲 居里夫人跟他的先生 他们两个人都是物理学家 这两个人呢 他们先后得到诺贝尔奖 可是他们第一次得到诺贝尔奖的时候 他们夫妻 没多久呢 美国的医学联会就写了一封信 给居里跟居里夫人 听说你所发现出来的那个泪 它的防射性有致癌症的效果 你是不是可以把提炼的方法 那个整个的过程 到处我们 我们也来提炼一点 来做病理上的实验 这两个人 写这段过程的是他的女儿玛丽 他说 我的父母亲收到这一封信的时候 两个人都在客厅里互相的望着 一个说 我们这么穷 我们还要继续研究下去 需要很多研究的经费 一个说 我们的孩子一读书的学费也需要 他们这个研究自己花了很多的钱 花到都穷了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有一点专利权的收入的时候 该都好了 可是另外一个人就突然间 他没有讲这夫妻两个人谈话 他说 一谈 他说 可是 并不是我们创造了这个东西 这是本来在宇宙之间就存在的 如果讲的话 这是God创造的 不是我们创造的 我们只是把它发现出来而已 我们还质疑什么呢 另外一个说 是啊 所以两个人开始就拷贝 那个时候拷贝不是隐隐 是用手操的 然后 他们终于把它寄出去 寄出去了以后 他说 这 两位老人家 骑着脚拉车 在乡间悠游的 骑着脚拉车 在那里悠闲的 过的日子 我看到这一段的故事 我觉得 有很多的人 在我们的人间里头 有很多的菩萨 很令人敬佩的菩萨 他们也很认真 但他们并不是为他自己 所以 后来 后来 先生 居里先走了 居里夫人自己单独 又在研究 又得过一次诺贝尔奖 他们的成就 他们为这个人间 一头 带着人间走出 给人生的贡献 他们并不是为自己 那么 我们看到 常常讲说 斯底文森 发明火车的 叫斯底文森 斯底文森是一个矿工的 技工 但他就有这个兴趣 研究这个 当时蒸汽器已经出来了 蒸汽器可以产生动力 他就想 如果用这个蒸汽器的动力 可以拿来 运煤 可以拉 他就用这个火车来 从这个煤里的把它拉出来 那该多好 所以 他一整天都要 技术员就是要矿坑里头去的 他回来 他有空 他自己就在研究这件事情 有一天 他跟他的儿子 他跟他讲 他就跟他的儿子讲 他就说 罗贝 我有一件事情跟你讲 你知道我每天都要下矿坑的 这个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席祸福 万一 我 突然间 就 意外结束了 儿子 你 请你继承 继续 老八的研究 这件事情 一定可以造福人间很多的 这些人 他们的胸襟 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 我觉得 Stevenson的那种胸襟 以前的科学家 很多科学家的胸襟 那么 我觉得 像 有一天 我在雅米医学院去演讲 我就跟他们讲到 沈丽阳先生 沈丽阳的故事 演讲完来之后 有些人讲 我在拿沈丽阳讲学经 可是我就不知道这个故事 我说 是啊 所以你今天听到 这个故事是什么呢 沈丽阳就是最后 帮孙允玄 最后的一把刀 就是为他开刀的 他已经封刀了 因为他已经得到癌症 已经不行了 但是呢 再振作起来 再主持这个刀 就孙允玄的 沈丽阳呢 他是个医生 他是个脑方面的外壳医生 那时候呢 这个光电家主在办这个 我们接到了一个电话 就是沈丽阳自己打来的 他说 我可不可以参加你们的 这一次的workshop 那是在清大半的一个工作坊 那时候我们把这个顶级的光电的 这些专家科学家都请来 很不容易的在清化办 那时候我们全台湾能够去参加这个东西 够资格可以听得懂 大概只有古迹大概只有三十几个人 这个workshop 他打电话来 他说他是一个医生 我们马上跟他 他说他想研究一把雷射锁树刀 开脑子的 所以 光电小主很快就同意了 给他回话 主 欢迎你报名参加 那我们已经把你登录了 他一生就是这么的努力 可是 石大成博士呢 他主持这个整个project的时候 他有一天 他在现场的时候 他会来跟我讲 他说 沈丽阳博士 连老外那几个专家都很敬佩他 我说 哦 那我们 这个 你 我都很有眼光 他说 对 他说 中间休息的时候 他说 这几个老外就谈起 那个doctor son 是到底何许人也 我跟他讲 他是我们国内第一把教育的 老外科手术 他要研究一把手术套 他说 哇 你知道他深入研究这个灵域的东西 可不是一般的成就 他在做这个东西 后来以后不久 这个 就当时在对话的时候 石大成跟他讲说 我所知道的 doctor son 他得了cancer 老外 得了cancer的人 还这么认识 还要研究所述他 对 供应他们敬佩 那个精神 回来了不久 我在报纸上看他 知道他疯道了 其实没有办法 看到了 然后 然后 这个 有一天 就孙英玄了 他又去开最后一尾 他 躺下变踏的时候 最后那一段时间 他会去 他的院长 任务总的院长去看他 他跟他讲 我这一辈子 都是放在研究 教学 跟医学医疗的服务上 我也没有累积什么东西 给我的家人 我也没有买房子 所以 我那书座如果可以的话 请你 让他们多住一段时间 如果可能的话 你帮忙 我太太找个工作 我是 听到这个消息 我心里面觉得非常感动 这样子的大菩萨 他 经过了 他就往上了 往上了 我心里想到这个 他们还把他有的一点 还有大家一起 就变成了一个讲学间 在那个地方 你要知道 这世间里头有很多的人 我们不知道而已 但是他们真的是一个大菩萨 在奉献 在奉献 在奉地 有的人 他只是一个小小的 很基层的工作 只是一个木匠 只是一个水泥匠 但是他是一个菩萨 从来也不认识 我请他来帮我做 弄的东西 我说你就不必 那个东西弄得那么 很严重 有个两三次就可以了 他说不行 这个要五次才可以 叫起工在这 将来你用这个东西 你可以用很多年 用到你很老的时候 他还不会 不会坏掉 我到现在看起来 我到现在看起来 我那些工桌 那些柜子 都还完好的 他当时跟我讲 他说你会越用 越喜欢他 不会几年以后就坏掉 我后来觉得 原来这个人 他也是一个菩萨 他给我收费 就是普通的收费 他为什么做得这么认真 那是菩萨 你不要小看 那个泥水浆 差一点点 这个建筑物的安全 就很有关系 一个工程师 在设计一个东西 影响有多大 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些东西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他的一个生命的意义 跟他的生命的价值 我们才能够真正成为 一个平凡中 也能看出伟大 能够有杰出的成就的人 也在那边看出 他的庄严跟伟大 所以一位工人的觉悟 从这里觉悟 一位靖山的女士 他在那里也感受到这一份喜乐 因为台电的一个 在深山架设高压电的技术员 跟我讲 他说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我必须回去工作了 我现在这一次 是在深山里头工作 什么时候 都是很长一段时间才回来 我说你在做的是菩萨的工作 尤其在深山里头 那加一条线 到最后是从这边到那边过去 是这样划过去的 我觉得我们的电能够亮 有多少人付出他们的努力 我们心生感恩才对啊 那么我们知道 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他的平凡中 活出他的伟大 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他的人生当中 现出了他的菩萨的光辉 我们要珍惜这件事情 好 今天呢 我们给各位呢 那么就讲到这个地方 那么在我们的人生里头 那么我给各位提过这件事情的 我以前 我有一个老师叫胡秉正 他到了九十岁的时候 他以前跟我们讲过 他同学们 他以前跟他人说 是有一个福报的 不必去累积 是最好 后来他九十岁的时候 我想 我已经有一点 在佛法在各位 已经有一点认识了 我们平常也有来往 我就是特别去约他 我要去看他 我想把佛法 把练佛法门 给他交给他 我去了 就把话题转到这上面 我们在人间 没不了到最后 这里好像旅行 那我们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你准备去哪里 他就跟我讲 我知道你要去哪里 他说老师 你怎么知道我要去哪里 他说 我知道 你要去奥弥陀佛 要去极乐世界那里 他说是啊 你呢 他说我到哪里都一样 我到哪里 我从年轻到边疆去工作 后来 考起工会 到英国去留学回来 也是最基层的工作 来台湾也是到乡下去工作 都是在救助贫穷 都是在困难的地方 我自己也没有买房子 也没什么东西 人生就是 我到哪里都开开心心的在工作 那天讲完了 我自己是没有想的 我很敬佩他 从头到尾的敬佩他 原来我本来想去挖度他 结果他是挖度了我 各位 人间里头 有好多真正感动我们的一些菩萨 我们也在这个地方 要能够有所觉悟才好 下个礼拜再见 我们今天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圆满 好